我不知道大家前两天有没有看到这样一条新闻 就是意大利的市长发视频说 没疫情的时候不见大家出来跑步 诶 等开始隔离之后 怎么所有人都出来跑步了 给隔离工作增加了极大的难度 仔细想想确实在疫情开始之后 好像大家对健身以及增强体制都渐渐重视了起来 你就比如说健身环现在已经涨价成一个理财产品了 各种健身应用的流量暴涨 很多人跟着直播开始了云健身 给老师们点个赞 可是就像我之前说过的 如果大家不能把健身当做一个习惯的话 过一段时间当你的工作和学习恢复正常之后 你又会把它忽略掉 变成一个可能永远都不会捡起来的东西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 能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开始行动 并养成健身习惯的小技巧 我相信这些小技巧不仅能够帮助到那些还没开始健身 或者刚刚开始健身的小伙伴 甚至是对那些已经开始健身很长时间 但是因为有的时候状态不好 或者等等客观因素 不想去健身的老铁们都能够有所帮助 好 那咱们话不多说 3,2,1 5,2,1 8,2,1 2,5,2 6,4,3,3,5、3,5,2,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每当你化上症状的时候 你会不由自主地挺胸抬头 直起药板 事实上有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过这个话题 叫做着装认知 他们分析因为人的穿着有着象征意义 所以从潜意识里会影响你的行为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不想去运动 强迫自己穿意识的行动方便 舒适的运动服会很大几率的帮助你去运动 我推荐的做法是 提前一天晚上准备好第二天要去健身的衣服和鞋子 当你缺乏动力的时候 也许你看到他们就会改变主意 太热了还是不着 舒服多了 OK 如果你正在看这个视频 说明很大几率 大家是希望通过自律来拥有一个好的身材 我当然希望能够帮着大家了 这也是我做健身自媒体的意义 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其实我自己也是一名粉丝 但这里不是说我自己是自己的粉丝 而是每天早晨不论是刷牙洗脸 还是做早饭 我都会打开一些我喜欢的YouTuber或者UP主的视频 因为我也有懒惰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只是听到他们的声音就会给我很大的动力 当然这个方法不止局限于健身了 不管你是学习还是发展自己的事业 遇到困难的时候 看看走在你前面的人是怎么做的 一直都是一个好的方法 所以当大家不想去健身的时候 点开你所喜欢的健身UP主的视频 也许他的某句话就会刺激去行动了 对了 不要忘了给他点个赞啊 那咱们刚聊完离你比较遥远的人 现在聊聊你身边的人 就是你的家人和朋友 其实我们比想象中更容易被他人所影响 因为人的本能就是与他人连结 被他人所接受和喜欢 但是当你一旦和朋友有不同观点的时候 你就会某种程度上从感情上掐断这种连结 你就会觉得不舒服 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一直不健身的人 突然开始健身 足力会那么大 因为这不仅来自于你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还会由你自己掐断这种感情连接 所带来的愧疚感和孤独感 那面对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 其实根据我个人的成长经历 我发现 如果你想做出改变的话 你必须得主动去改变你的环境 就比如说在朋友圈主动发个信息 看有没有小伙伴跟你一起健身 或者去健身房 主动去找一些 经常能看到他的熟面孔呢 看能不能一起训练 或者增肌和减脂 当你周围的人都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就不会花太多精力去思考做与不做 我这边还有一个主意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坐标 也许你就会找到离你很近的 一起健身的小伙伴哦 可能大家已经听说了 美国这边的疫情还是挺严重的 尤其是加州呢作为重灾区 所有的餐厅啊 娱乐场所商店基本上全部关门了 当然也包括健身房 这边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 大家都知道我经常去一个健身房 叫做World Gym对不对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呢 所有地方全部被强制关门了 但是他们老板说 就不 我就开着 结果被警察强行进入 最后还上了新闻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题外话 所以现在我也去不了健身房 每天就只能在家练一下 可这里面就产生一个问题 和咱们去健身房训练不一样的是 因为家里没有那种氛围和环境 和选择器械也非常非常的少 那很容易就出现 还没练到位 就结束了的现象 这个时候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提前把今天要练的东西 写在一张小卡片上 其实不只是家庭训练了 只要是你一个人练 我都建议大家 把今天要练的动作提前写下来 因为根据2011年的一个调查 已经表明了 当你写下来你今天要做的事情 不仅你会有更大的几率去完成它 而且你会变得更有效率 所以大家在训练之前呢 可以先在网上搜集你今天要练的动作 比如说我上次推荐那个 HIGH运动的网站 然后将组数 动作 次数都写下来 贴在一个你能看到的地方 比如说咱们的手机的背面 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 那现在呢是早上10点 到训练的时间了 咱们一起去看看 Let's go 对了还有一个小技巧 我忘了提醒大家 大家看到一开始 我点开了一个叫做 Interval Timer的计时器 每次训练为了保证训练效率 尤其是一个人训练的时候 我都会点开它 这个非常的方便 当你设置好两分钟以后 每隔一段时间 它就会提醒你进行下一组 而且不会影响你的音乐 可能大家深有体会 就是当你训练的时候 很有可能玩手机 或者跟别人聊天 等你缓过神来以后 身体已经凉了 我觉得它是一个 比运动手表 还有手机自带的秒表 都方便的一个工具 所以强烈推荐给大家 那不是推广 我一般会提前设置好两分钟 因为咱们训练的时候 需要30秒左右的时间 再加上1分30秒的休息 时间刚刚好 咱们开始下一组 妹妹妹们开始 我有收到很多私信在问说如何在家进行一个力量训练 那我下期视频就详细的讲解一下 如何进行一个系统的家庭训练好不好 记得关注哦 其实为了养成习惯有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采取一些行动 还要杜绝一些东西 比如当你控制饮食的时候 最需要注意的就是 吃播 其实一开始我都不太了解看吃播的人是什么心态 直到有一天我打开了一期 简直停不下来 而且当我准备比赛的时候 每次吃着手里的鸡胸肉 看着主播盘子里的大盘鸡 我真的 别有多难受 所以呢我特别不建议大家在饿的时候看吃播 看完以后呢 仿佛下一秒你就要点外卖了 这本来呢我还想准备点鸡蛋 但是发现冰箱里没了 所以咱们现在得去趟超市 大家看Costco这个超市呢 每天所有人从6点钟就开始排队 人特别特别多 咱们还是换个超市吧 OK大家看到我身后呢 就是卖儿童止尿布的地方 已经快被搬空了 咱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啊 空腹的时候来超市呢 你买的东西往往都是在不理智的情况下决定的 根据2013年的一个调查研究表明呢 在跟踪了82个参与者后 空腹去超市买食物的人呢 选择的卡路里数要远远高于吃饱饭来买食物的人 所以当咱们饿了的时候 你很有可能就会选择一些高卡路里的食物 比如说冰激凌啊巧克力啊等等等等 买了一回家你很有可能就会开始后悔 完了你还不舍得扔 总而言之这会大大延缓你健身目标的进度 所以大家和我一样 吃饱饭再来超市啊 还好我只能来买个鸡蛋 OK 其实咱们今天这期视频呢是由 MyProtein赞助播出的 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呢 是MyProtein的一款水果味的蛋白粉 可能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就是我对蛋白粉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主要就是口味 那除了上次我给大家推荐那款奶茶口味的蛋白粉之外呢 我首推的就是 它的这个水果口味的分离乳精蛋白系列 这种水果口味不是说那种咱们传统意义上那种香蕉啊椰子带奶昔的味道 而说它真的就是水果味的 比如说橙汁这种感觉 所以说如果大家喜欢这种水果口味的话 我强烈推荐 如果大家希望购买的话 可以去MyProtein的官网 输入我的折扣码 我放在这里 就可以享受全占 最低优惠 那其实今天我做这么一期视频呢 主要是大家逐渐意识到了健身的重要性 我想趁这个特殊时期呢 也逐渐帮助大家养成健身的习惯 等一切都恢复正常之后呢 还能坚持去健身 而不只是三分钟热度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 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订阅 把你的小银当点开哦 咱们下期视频呢 就像我上面说的 是详细的家庭训练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哦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